嘉义县阿里山水样森林因沿途地质脆弱且路径不明,常有游客意外或走失,林牧局原本有计划封山,但各方反映封山反而变成山老鼠到发乐园,石蒙古就是案例。 林牧局嘉义林区管理处表示,从嘉义县阿里山江峰山村进入水样森林,因前一小段围石蒙古步道,近日已整修完工,但同往水样森林的山径因地质不稳定,亦有落石,为提醒游客注意安全,以令树立告示,提醒游客进入水样森林的山径未经整建,亦有崩塌,落石及倒墓,请游客考量自身能力。 并注意安全,如无妥善准备,建议不要前往。 另外,林牧局于106年8月31日召开推动步道发展座谈会议,说明国有林内对于民众从事登山现行活动,除尊一森林法、文化资产保存法及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建行管制外,民众可自由进出国有林区,石蒙古路程具有挑战性。 记者献恩的摄影,分享,前往石蒙古步道已整修完成,记者献恩的摄影,分享,石蒙古充满原始森林风貌,记者献恩的摄影,分享,阿里山前往水样森林步风山,改树立警告标示,图嘉义林区管理处提供,分享。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